英国凯特王妃亲口证实患癌 消息不知震惊英国巨国 美国白宫也向王妃表达慰问 欲请各界尊重凯特和英国王室的隐私 英国首相苏纳克代表全英国人 表达对凯特王妃的支持 王室支持者希望各方放过凯特 给予英国王室成员更多空间 度过艰难时刻 英国王室成员健康接连亮红灯震惊全球 英国首相苏纳克星期五发声明强调 举国将和凯特王妃同在 呼吁各方尊重凯特的隐私 好让凯特可以专注于治疗 并和他的家人同在 声明也为王妃抱不平 强调凯特表现出极大的勇气 尤其是最近几个星期 他受到了全球媒体和社媒的密切关注 和不公平对待 消失在公众眼前多个月的凯特王妃 如今亲自证实患癌 这对敬重英国王室成员的英国人而言 是一项心碎的消息 凯特王妃患癌的消息也引起美国的关注 白宫新闻秘书皮埃特 星期五向凯特王妃表达慰问 呼吁各界尊重她和家人的隐私 我们的想法是与她的家人和她的家人 和她的家人和朋友们和朋友们 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时刻 然后当然我们祝她一个完美 我认为它是重要的 我们尊重他们尊重他们尊重 尤其在这个时刻 咖啡馆挂满象征英国王室的横幅和照片 这家位于美国纽约 以英国王室为主题的咖啡厅 主要提供以茶为主的英国传统美食 凯特王妃患癌的消息 传出后咖啡厅迎来大批王室粉丝 闭关接受治疗的凯特王妃 过去几个月面对各界的猜疑和批判声 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民众如今希望各界给予王妃喘气的空间 离开那些瘋狂的女孩 她一直到现在的典型 我肯定当你病毒 当你病毒 当你病毒 他们需要有时间去摘取 然后去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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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知道什么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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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能是这种疾病 在那里她没有希望能帮助 不知一切舆论谣言 让英国往事恢复平静 我败搁烟 所以在这种疾病 我败搁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